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系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这一集呢 我们要来聊一个 就是关于持假登录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知道 持假登录涨十注 涨叠十注点 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 觉得蛮有道理的 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屋主心态 人人要卖十登最高价 一票网友认证 急就只能追高 内政部在2021年7月 推出揭露至门牌的 持假登录2.0平台 至今也已上路满两年半的时间 但近期有网友反映 目前卖方要求一定不比 持假低 导致大家都要买 持假登最高价格 张家认为 确实在房市多头时 十登反而成为 房价助长工具 且短时间此趋势难解 近期就有网友在PTT上面说 十登屡屡创新高 但屋主的要求都是 不能比现在低 言下之意 就是要持假登录最高 最高不打紧 买方再加上仲介费 就是房价在店上去歇 这些该怎么办 大家都买 十登最高加仲介 4%的价格吗 对此就有底下的网友留言 当买一间比十登最高还贵4% 再额外1%仲介费的 您参考 十登加20-30% 不然根本抢不到 我最近谈了7户 每一户都比最低十登高了 地点在基隆 有的甚至是最近的 十登的110%以上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急就只能追高没办法 慢慢等 偶尔会有急受便宜货 但几乎会秒杀 速度要快 那根据专家说 十架登陆有房市景气多头助长 景气空头时助跌的特性 所以才有民众看到特定区域十架 非得要加价 否则买不到的困境 而这种十架助长的趋势 由于目前市场供需 仍未完全满足 仍为卖方市场为主 因此此情况 短时间仍难改变 那专家也表示 十登确实有多头助长 空头助跌的效果 表面上看似很公平 事实上对多方有利 因为多头时间长 而空头时间短 助长多而助跌少 不过网友所言 要十登加上20%是太夸张 专家也认为 若是买方并非急于用屋 或特别喜欢某项物件 否则开价在十登10%以内 都仍算合理范围 但重点是要多打听 多看房 且冷下心来评估物件好坏 切勿被卖方或仲介牵着鼻子走 否则房价最高遇到景气动荡 恐怕血本无归 我觉得十登这个东西蛮妙的 因为你一定要去看十架登录 你才可以去了解 现在就大概这位区域的房价 但是看的东西 要看你心态够不够强 你很容易被他影响 你就觉得 这边好像就是这么贵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屋主谈 因为十登他帮助的是 比较不急的人吧 就看谁急 谁急谁就输啊 如果你今天急着卖 你就输啊 你急着买 你就输啊 我觉得他比较实际上是帮助 就像他讲的就是多的那一个 就是他帮助的是有需求的人 也跟我觉得跟涨跌 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就算大家都涨 可是这地方没人买 那就哪样 其实他就是一个资讯透明 其实到底是不是 因为实价登陆而涨时珠 涨跌时珠跌 但我们之前也讲过 实价登陆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人性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 目前实际上面的数字 那你信不信 或者是你愿不愿意去杀价 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 再来当然没有错 你急不急 你在买卖过程中 你有没有急着想要 那我们之前有聊到过说 我认为到现在还是卖方市场 我觉得可能我们稍微 把它画精准一下好了 其实中古屋市场 它的反应是落后于 预售屋市场的 你可以看到有些区域 预售屋已经开了一个天价了 中古屋还没有上来 然后等到房市一热的时候 中古屋跟着上来了 然后等到这个预售屋 开始没有涨的时候 但是中古屋还在涨 它是稍微会比预售屋慢一点点 因为预售屋主要就针对未来价 等等 那现在主要呢 其实在预售市场 真的是可以说是 接近百分百的买方市场 愿意跟你谈 但是你不能去谈拔辣架 因为那你就不是买方了 那毕竟 其实整个的建筑成本来讲 大家讲说 这个ESG我们之前有谈到 人 原物料 这些上涨 没有错 这的确是有限 那为什么要卖这么贵 其实最主要多数 还是来自于地价 除非说你这个 很早就开始囤地了 但是如果说你很早开始囤地 那现在这个区域 它的市场价格是在这边 你也不可能是用你当时 原来的价格去买吗 因为囤了这几年 可能你有你的风险吗 那你必须承担这些风险 你必须对股东负责的话 那你当然还是会 以现在的市价来去卖 所以当然我们一般在骂的话 譬如我今天去面店吃碗面 然后加个卤蛋好了 那结果卤蛋的价格上涨 我不会去骂那个蛋商 我骂不到蛋商 我骂不到那些养鸡的 我会骂老板 对 你会骂面店老板 对 面店老板 那没有错 我们对建商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 其实有大部分 其实整个新的建物 最大的成本 其实还是在土地 那土地上涨 那真的没有办法 这个土地 这个区域夯 那就是竞标价了 对不对 他说现在的 在中古屋市场 就是说 还是有那么点 买方市场 涨时助长的状况 我个人看法 其实是 这个中古屋 现在算是二手市场 算是已经接近 他的这个 卖方市场的尾巴了 因为你可以先从 预售屋市场 看到状况 就是说 在去年其实 很多的建商是 尽量减少推案 对 那今年呢 其实也是 不得已推而推 多数啦 不是说全部啦 有部分有些是很有信心 有些地方 他还去列地 他看好那些市场 但是以全部均来看 多数是因为 这个建造已经下来了 不能不开案了 但是以这样的状况 其实多数的建商 还是希望能够 慢慢去消化他的余屋 所以推案量 应该不至于一下 供给到这么大 能够在后面控制的话 他还是尽量控制 因为我们讲说 还是有交屋潮 像上还是 如果说我可以的话 我当然先观望一下 现在交屋潮出来以后 整个市场的状况 除非是我的建造下来了 我新案子的建造下来了 我一定得推 或者是说我有资金上的压力 我要赶快推案了 我要赶快收定 对不对 开始卖赚钱回来 不然的话 我这个利息成本很高 不然的话 他能够观望一下 他一定是先看一下下 看一下 不管是新政府上任 再来就是说 今年的台湾的景气 美国的状况 地缘政治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交屋潮的出现 到底现在对于市场上 是怎么样 他是希望经过 透过这些观察之后 他能够 把他现在手上的土地 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 公司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为了要赚钱 所以以整体来看 预售市场 现在还是没有爆量 那现在出来的量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其实今年329 会有蛮多案子出来的 那有些是逼不得已的 但会不会持续 像前面几年一样 狂推猛推 我觉得现在不会这样子 也就是说 逼不得已该推的 我要推了 那事实上在推的过程中 心里面还是存着 这个一点点的观望 这样子的 就是有点警惕 不像之前 完全放开了 抡这样的感觉 那这样子的状况 会同样影响到中股市场 其实是会 当你中股市场 你都是希望 以市价登陆 作为地板价 你没有多久 你大概也上不去 那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当你成为屋主之后 你当然会希望说 我能够赶快赚到这些钱 但是现在强劲的市场 是属于首购市场 那首购市场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常常自备款不足 没有错 今天选中股屋的优点 就可能是说 它的总价稍微低一点 或是它的频数稍微大一点 但它的屋龄一定比较大 而且它没有工程期款 而且它贷款不一定能到八成 这是中股屋最大的问题 假设我要买的稍微便宜一点点 我可能买的 譬如说房子三十几年的 那我的贷款乘数能到多少 没有错 有人会说 你在核心地段 那你就可以带比较高 但核心地段的话 你的总价就不会低 你的单价不会低 没错 一样会用很高的价格 买到老房子 对 没有错 当然是它是核心地段 没错 那我现在讲的是说 如果我们针对的是 现在的首购市场的话 它可能它的客群 就比较小一点点了 那当你一直希望 你的这个中股屋 可能价格一直咬得很紧的时候 这个时候 预售屋的优势 就会慢慢出来了 第一 我让你优付 第二 我可能搭配建商袋 再来我送你家电 我送你可能装潢 再来是我工程期款 让你慢慢付 我工程期可能拉到三年五年 所以你这三五年慢慢来 没关系 但是你有机会 买到你自己的房子 然后是全新的房子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也就是说 核心地段的中股物 我们先不看 因为多数这个首购的 自住客是没有办法负担的 所以他可能会往稍微核心 边边一点点的旧房子去选择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再往边边一点的 全新的重化区的预售案 是不是也更容易被青睐呢 如果说你在那之前 你不需要负担太多的生活上的压力 因为第一个 你可能自备款就很头痛了 而且你自备款下去之后 马上就进入房贷了 但没有错啦 中股市场是你马上可以入住 预售你可能要等 但现在如果他还没有很急的买了 也许是他还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也就是说 中股市场它不会像去年一样 就是说因为单纯新清安 大家一股脑的全部都要进去中股物 因为你都希望开在 私家登陆是以地板价来开的话 你价格会越来越上去 也就是说你越来越有可能 超过这个新清安的补助范围 当它超过了以后 你该怎么办 当然单一屋主 他可能手上持有就是几间 甚至有的是只有一间 所以他当然希望 我这间我卖好价格 但是建商他也希望他卖好价格 但他问题是他手上可能60间 30几间或是200多间 那他就有可能 因为我整体的销售 必须要达到一定的 譬如说我要能够到六成 我在前期的时候 我有可能会放 那等到我工程期五年 那剩下的这个四成 我有可能到后面慢慢卖 甚至我有可能到乘务卖 那那个时候的房价 可能已经涨上来了 这是以往的操作手法 现在可能不会留这么多 可能会再留少一点点 因为毕竟可能这个 对方是会准备要上路 所以这也会变成是 建商的一个考量点 我觉得如果你是对中股市场 有需求的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不一定要急 是可以观望一下 我不是说中股屋会跌 我是说他的涨幅力道 可能快没有了 急的人可能会变多 那尤其在某些预售屋 某些区域 他有可能在我们之前讲的 比如说他第三环第四环的开发 但是距离没有差很远 但是他价格很甜的状况下 他会分死掉很多的中股市场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的话 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急 你可以稍微冷静一下 但是手上持有中股屋的 要担心吗 其实也不用担心 因为以现在的价格 其实你们已经赚钱了 只是你想赚更多而已 但是最近的状况 可能会让你期待的涨幅力道 不如你想象中的预期 但是这是以总体来看 一定还是有个案特别好的 比如说这个开玩笑 这没有什么 因为有国外人看台湾男生 就觉得台湾男生可能太软弱了 但是你总是有几个强人吧 是不是 比如说馆长 我只是举例 这是开玩笑 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就是他是一个均的状况 但是还是会有少数个案 他可能特别夯 他当然表现就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在关注中股市场的 我是觉得不用这么急 你可以感受到 这个市场开始动不了的时候 开始就会有些人愿意去释出一些 可能比较友善的价格 再来是一直讲过 今年有交屋潮 交屋潮 当然很多可能会想说 我持有个两年 我避税 或是我持有个五年 我税更低 在来转售 但是也有当时是一窝蜂 很热情冲进去的 希望他能够一交屋 甚至最好不要交屋 他就转掉 这样子的交屋潮出来 一定有少部分的人 会把一些案子释出 没有错 他可能还是会赚 但是可能这个价格 就不会比你预想的高出很多了 可能会在你比较能够接受的范围 那这样子的这个房子释出 会不会也去分食掉一些中股市场呢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只能说涨的力道变弱了 但其实中股的持有者们 你们都有赚了 只是最近没办法再赚更多 但是也不是没赚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在关注中股市场的话 其实可以稍微冷静一点 不要急 那慢慢选 慢慢看 对 如果选不到 放心没过多久 还会有一些交屋潮的案子释出 那再差 你还有一些预售屋 可能给你优付方案 建商贷 送家店 送家具 然后工程器官 你只是要多花一些住屋的成本 但是你不会没有房子买 而且你买那个房子以后 可能已经装潢好了 东西都有了 你省的可能 麻烦 还要想 还要等 对 而且你搞不好还省了100多万的装潮费 没错 是不是 那给大家参考一下 OK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好 那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老集 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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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